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旧,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周深自好声音出道一路走来,就有气味强辅助的美名,周深的助演和合唱总会给人一种耳目一心眼前一亮,声音出众但是毫不详细的感觉,丝毫没有掩盖其他合作歌手的亮点,和声更是让观众身心体会到水乳交融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来盘点一下周百搭肯先合作名场面Top10吧,以下的盘点纯属是小编个人观点,各位关注有什么高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哦。 Top10,周深为腾格尔,大鱼的天堂,2020年浙江卫视秋季盛典抖音美好奇妙夜当中,周深和腾格尔一起合作了大鱼的天堂,该取由周深的大鱼和腾格尔的天堂融合而成,并且两个人交换了曲目,不一样的演唱方式也绘画了一幅别具一格的风景画。 周深扣铃的嗓音给予了天堂另外一种意境,仿佛是江山草原的天使,腾格尔独特的唱法让大鱼仿佛多了,更是沧桑的余生经历。 大鱼的天堂不谈超越直到创新和突破,也被网友们称之为奇妙夜的奇妙。 Top9,周深为木马乐队,他是暗淡星。 在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2》总决赛当中,周深和木马乐队共同梦幻演绎,他是暗淡星。 周深的声音和乐队主唱木马,声音交融在一起,我们能够在周深拥懒的唱法听到自己暗门灵自己听的影子。 C6批发商周深在尾声里面的吟唱,瞬间把气氛退到了高潮。 在乐队所有的乐器声音结束之后呢,依然是萦绕的,并且发出了三个强烈的回声不绝于耳。 Top8,周深为李维《贝加尔湖畔》。 2014年《正好声音》第三季第二轮周深和李维共同深情演唱《贝加尔湖畔》。 这也是周深即欢迎之后第二次将自己奇妙美妙的嗓音公众于世。 可惜的是导师那鹰最后还是选择了李维,那一句到现在还被常常网友们批判的。 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也成为了生命们心头的一道疤痕。 Top7,周深为《榜朗》幽灵公主。 在这辆卫视综艺青春海洋季二当中,周深和钢琴大师朗朗共同合作《幽灵公主》。 该取由周深的吟唱功底完美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悠扬婉转,一扬顿挫的吟唱配合上朗朗如诗的钢琴声将这首歌的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Top6,周深为陈乐依《彩色的黑》。 在一起乐队八当中,周深和陈乐依一起合作几颗峻域的《彩色的黑》。 周深出场乐队合作就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该取周深集合流行美声剂曲花枪与异体共同合成一乐一, 完美地呈现了彩色的黑。 营唱部分层次分明、强烈、高音转音、应对自如、浑然一体。 汪峰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趁周深已然成为了一位艺术家。 Top5,周深VS唐汉骁《末日飞船》。 在优酷首当原创音乐人《竞技成长秀》,这就是原创里面。 周深和好友唐汉骁一起合作《末日飞船》。 创作者,整首歌让人们仿佛是乘着飞船,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之中, 感叹自己是多么渺小的存在。 编曲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暴风轻盘,时而舒缓绵绵,时而气势恢弘。 Top4,周深为毛不易,眉香如故。 眉香如故是周深和好友毛不易一起为电视剧《如意传》演唱片尾曲。 两个人的歌声搭档可谓是刚柔并激,真情怯意。 毛不易的音色浑厚低沉,周深的音色飘渺撩人, 整首歌非常契合电视剧的剧情,有着深深的故事贴合度, 音乐响起只能感叹,任它似水流年,茫茫岁月,何处是归期。 Top3,周深为萨鼎鼎,左手指月。 2020样式中秋晚会当中,神仙高音组和周深深萨萨鼎鼎共同演绎了左手指月。 该曲目一经播出就迅速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该曲非常适合中秋这个主题, 两个人的完美的高音和精美的舞美相伏给全国关注, 呈现了一场盛大的世睛盛演。 其实我感觉电视播出的版本修音太过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冰山饭拍版的。 周深和萨鼎鼎声压绝对不是盖的。 Top2,周深为李克勤天下有情人。 东方卫视音乐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第一季里, 周深和李克勤搭档成功, 被人嫌弃夸赞天作之和的情深人组合顺利诞生。 在整期的节目里面,情深人组合也诞生了很多佳作, 在这里我们就代表性的选择天下有情人来进入到榜单吧。 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云唱之一的周华健老师也在现场, 华健老师也是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一次合作的喜爱之情, 更有猛男物脸的名场面。 情深人组合的声线特别大, 两个人合音主音转换以及自然身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Top1,周深VS郭庆,大鱼。 在这样卫视中国新歌声第二季里边, 纳音组的学员郭庆请到了周深来当助场嘉宾共同合作, 周深成名曲大鱼。 将这次合作排到第一名应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次合作可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大鱼这首歌最周深的从艺生涯来说绝对是里程碑式的, 毕竟大名鼎鼎的鱼公子已经声明远播, 周董、Eason和导师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歌曲结尾两个人声音琴的影唱已成为了很多感动视频的必选配音, 用网友们的话来说,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要请他们俩给我啊上一整天。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